主席 主席 我們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洪委員早 部長早 關於這一次華航罷工的一個事件 其實我認為 當然勞動部有一定的一個 要聚中協調的一個責任 但是你剛剛也有說 其實當中有一些錯綜複雜的一個原因 那我相信其實背後有一定的一個 政治的因素在裡面 那所以其實在勞動部這邊的一個 一個責任 我相信還是 在整個溝通協調上面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今天的一個問題 就著重在工會的這部分 來跟您做一個救教 那其實現在 台灣的這個工會的一個組織率 其實是算不高 那我先問一下部長 針對我們現在企業 目前的這個工會的一個組織率 是多少 請市長來提供一下 幫委員 我們現在整個企業工會 這大概只有大概897個 比如說我們是指 我們現在的工會數全部是5400多個 那企業工會大概是897個 來 我告訴你 我們這邊找到的這個資料 在105年的第一季我們全國勞工的工會 組織率是33.4 但是其中這個企業跟產業的勞工的工會 組織率只有7.3 那當然是職業的勞工工會它的組織率比較高 但是我們也知道職業工會的一個運作 它的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這個企業跟產業工會的一個組織率來講 7.3其實是低於OECD的這個 就是像這些國家來講的話 其實是相對比較低的 偏低的是 是偏低的一個狀況 其實就南韓來說他們也有10%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低於南韓 那其實我們這個工會的一個組織率其實是 蠻有待加強的 那我要問部長的是說 其實我們企業這個 企業跟產業的一個工會的組織率 在10年前大概有18% 那到今年來看 只剩下7% 那就您所知 這個組織率它會降低的一個問題 最主要是什麼原因 我們也一直把這個當成是我們施政的重點之一 就是一直鼓勵啊 希望這個企業裡面能夠有更多的企業工會來組成 所以最近也在檢討這個門檻的問題 就是過去很多人說 是不是30個人的這個門檻是不是過高 所以我們在檢討 不過委員所提到的 我想這個原因大概湊重複雜 如果工會的組織之後 組成之後它發揮的效能 能夠讓勞工會員他們覺得說不錯的話 他們自然就會贊成 所以大概有很多的因素都需要去再 在未來再繼續加強的 好 部長你有點出幾個原因 但是我們這邊的一個瞭解 當然產業結構的轉變也有影響 就是可能從以前 現在的一個自顧 就是它的一個從業自顧的一個業者比較多 那中小企業的成長 那以及就是我們說的自己當老闆的人變多 這樣的一個因素 其實也是一種因素 當然非典型勞工也是一種 那剛剛部長您所說的 因為工會它的組成的一個效益不大 所以可能在這個組成的一個意願上面 就比較不高 好 那我們就先這7%來看 這個已經是算蠻低的一個數字 但是呢其實大家也知道說 其實現在企業工會很多都是資方 它去成立先去成立 然後讓真正的勞工它沒有辦法 進到這一個真正的一個決策圈裡面來 好 華航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最近新聞很多大家都知道 華航的企業工會 它就是跳出來幫資方去打 打勞方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案例 所以這一種 就是資方的一個打手的工會 就部長您的一個了解 現在占了多少的比例 這可能是外界對他們這個工會的評價 在勞動部來講 我們都也很尊重也很珍惜 他們每一個工會的組成 所以說他是一個受到資方的 我們倒覺得他也不盡然如此 好 當然啦 就是部長你這樣的說法 當然是你的感覺 但是其實民間很多工會的團體 他們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就是資方他會先去成立工會 然後讓真正的勞方他沒有辦法去 真正去爭取他勞工的權益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世俗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想要問勞動部說 就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們有沒有思考過 這是什麼樣的問題所產生的 我們法律面有困難嗎 或者是說執行面上面的一個困難 導致說現在的一個企業工會 他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 其實目前工會法他組成的這個 他目前的規定規範的這個架構 我覺得他有一種自然淘汰的作用在裡面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老闆所扶持出來的 比較傾向於他們的這個工會 自然而然就沒有辦法得到勞工的認同 那這些勞工或許他就會轉到其他的產業工會 或其他去參加了 所以我是覺得他原來那個企業工會 就沒有辦法生存 然後大概就沒有辦法去得到大家的認同 對 這個我想也是 看這次我華航的空服員的這個職業工會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但是多少的勞工他有這樣的能耐 再有這樣的心力再去 就是組成其他的產業工會 或是職業工會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問號 那剛剛知識部長也有講說 現在這種狀況 我覺得這個台灣工會不發達 其實有兩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資方的一個打壓 當然資方他現在的文化 他還是不希望勞工去組工會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政府的縱容 現在我們這個工會法裡面 我們的法則是3萬到15萬 其實這個法緩的這個機能 其實是蠻低的 這對於財他起初的財團 比如像華航 他會怕這3萬到15萬嗎 我們可以連續法 對 好 那當然是3萬到15萬 你連續法對他們來講還是不痛不癢 那我有說 我們現在實在地上 其實有提出公會法的一個修正 我們是要法提高10倍 但是民間看到這樣的法案 他們覺得說10倍還不夠 我覺得100倍 甚至有人提議說 用營業額的一個高低來做一個處罰 所以我想問一下 勞動部你們贊不贊成把這個法 法則把它提高 適度的提高 我們我想樂觀其成 不過就尊重未來 如果立法院通過以後 我們就覺得就這樣子來執行 所以 部長你沒有覺得說這樣的罰 罰則太低的狀況 我覺得罰則是手段之一 但是還有其他的 包括我們現在的這個裁決的機制 等等這些 其實都可以從基金面 消極面都可以加強 好 那我再來我就問部長 您會全力去支持這些工會 他為了要促進勞工 他的一個勞動條件 或是他工會的一個 會員的一個福利的相關活動嗎 包圍責無旁貸 責無旁貸 好 那你認為說 我們剛剛所說的 要促進他的勞動條件 跟他的一個 就是會員的一個福利的一個狀況 他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進行 就是他們的這些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要給他們有很強的協商的能力 可以跟資方可以 有那個能力可以跟資方來要求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創造 像這次華我都覺得說 我們要給他有一個 對話的機制 還有一個可以跟他們協商的一個空間 好 那我想再問一下部長 目前的工會協商的一個成效 以及跟雇主去訂這個團體協約的一個情形 大概是怎麼樣 目前我們有團體協約的訂定 還有平常就會有一些 勞資會議等等這些 不過這次華航這個 我們在現場看起來我覺得 如果工會 像這樣子的協商能力的話 其實真的會給資方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未來 在未來 如果我們真的是好好的福祉他們 給他們有相當的協商能力的話 其實他們很多的協議可以獲得保障 嗯 那所以你覺得成效好嗎 目前為止我們還不滿意 但是在未來來講可以加強 好 因為我們看了資料前 昨天還前天的一個新聞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現在企業工會有896家 那簽訂的這團體協商的一個數量 只有137件 所以我不曉得 勞動部對於這樣的一個數字滿不滿意 但是我覺得還是 還有很大一個加強的一個空間 那我也知道說你們現在有一個獎勵的辦法 是 那現在獎勵的辦法真正有 就是有落實到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現在每一年都在檢討當中 但是看起來有很多的工會 其實是真的已經符合這個標準了 以來領取這個獎勵金 我們也公開的表揚了 好 我相信這一個獎勵的辦法 十萬二十萬三十萬的一個獎勵 其實對於小公司或小企業 可能會有一點感覺 但是如果對於大公司來講 我覺得還是可能那個感受度還是會不夠 所以我是認為說這樣的一個獎勵辦法 還是需要再做進一步的一個研討 那再來我是要問說 針對於現在這樣子 我們台灣喔 就是長期企業都是比較排斥 這個勞方他們去主工會的這樣的一個文化喔 因為在報告裡面其實沒有提到說 比較沒有具體的去說明說 我們怎樣去創造一個比較有利的一個環境 讓勞工去就是成立工會喔 那部長你認為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改變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 就是過去這樣的保守的一個文化 我覺得從兩方面都要去努力 第一個就是資方 我們希望他們應該要改變這個觀念 其實工會如果好好運作的話 對經營是有好處的 他如果不是一個不理性的工會的話 其實工會其實反而對公司是一個好處的 第二個對於勞方方面 我們也要好好的輔導他們 希望能夠他們能夠做一個合理的 理性的一個跟資方談判的一個對象 好 部長你剛剛講的就是要改變資方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有難度啦 那短期間我是希望說 勞動部還是可以針對這個問題喔 好好去研究 看有沒有積極改善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沒有什麼作為的話 其實資方是不太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想法上面的一個改變 是 謝謝 值得我們去努力這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 謝謝 謝謝 謝謝